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庞阿德州第72集 那么今年的WSOP呢,我们是整个这一个月,那对刺激的一个月是都在VGS啊 所以说呢,非常非常多的影片在等待着大家 那么我们刚下飞机呢,是直接来到我们老地方Blajo的50,让我们直接进入排局吧 那么我们也是很久很久没有来Blajo打50的game了 所以说呢,内心是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啊 那我们在这个枪口架一位看到的一手圈石杂色,直接选择了一个open30块钱 那这边呢,紧接着我们的下架,枪口架二的玩家是直接对我们做了一个三拜,到了90块钱 后面的所有的玩家都选择了一个气牌,形容是倒回了我们 那也这边给大家举一个比较差的一个反面教材了 就是说在前面啊,前卫啊,还是少玩一些这种比较避免的牌 尤其是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 嗯,就是说一旦被别人三逼的话 你还是说,哎呀,该得跟住去保护要自己的形象 所以说呢,翻前呢就是比较被动 那我们这边还是选择了一个跟住啊,两个人去看一个翻牌 那么翻牌呢是4,10,2,彩虹面 我们中了一个顶对,还算凑合了一个踢脚吧 我们这边常规过牌,前往加入玩家呢 继续stiped一个90块钱啊 还是一个跟翻前一样的一个价钱 那我们这边中了一个顶对,肯定选择了一个跟住 两个人去看一个转牌 那么转牌呢是一张方片k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又被盖了一顶帽子啊 包括对手的一些很多做3b范围里的一些ak啊 在这个turn也是击中了,是挺难受的一张牌 我们在前面继续选择一个过牌 这边的枪手架游玩家是继续在一个将近400底势 下注的一个半尺左右的一个下注啊,200块钱 那么行动到了我们,虽然说呢有一些这些的情况在 但是这个排率给的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凡下一个比如说2分2,比如250,270左右 这样一个V6架注的话呢 或者说呢我们就会选择一个棋牌 不过200块钱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买一买一些三条,包括两对的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选择了一个跟住 那么我们两个人去看到盒牌 盒牌呢是一张无关张啊,一张这个黑桃6 结果呢我们过牌之后呢对面是秒checkback 我们秀出我们的10,以为我们是有点大的 但对面呢其实啊是一个勾勾啊 嗯,对面这首勾勾呢是拿到了我们两条街的一个满价值 还算不错了 因为盒牌的话它再下注 我们应该也是不会选择一个跟住的 所以说呢这手牌实际上之底 从那个翻前就不应该玩这首全10啊 那让我们继续啊来到下一手牌 这手牌呢我们在枪口卫看牌 有一手六七方片选择了一个open30块钱 行动一只牌到了cut off选择了一个跟住 button也选择了一个跟住 小盲牌之后呢行动是到了大猫尾玩家 大猫尾玩家呢是一个Vegas的标准的regular啊 它呢是常驻在这个area打50跟12时的牌局的 所以今天出现在这个Blajo的50里呢 还是挺让我意外的 那么它选择跟住之后呢 我们四个人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那么翻牌呢是六七十两张红桃 我们虽然说中了一个敌两队 在这个牌面是非常的湿锐啊 所以说呢在这个大猫选择过牌之后呢 我们也选择了一个check 准备要去控持啊 那我们这个check之后呢cut off check 然后button在最后位置下注了一个半 吃不到一个下注了50块钱 那这边呢我在想哎呀鱼终于上钩了 我们这边在想是怎么去吃它呢 是说是仅仅跟住埋伏 在特上在解决它 还是说直接调进去check race 正当我们脑子里在想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呢 这个大猫这个regular 是直接做出了一个更加让我意外的一个情况 他直接选择了一个check race顶着4家 打了一个非常大尺的check race280块钱 那么行动是到了我们 这样呢我们一下就被僵住了呀 因为我们的范围里呢 肯定是有更多的一些miss和一些超队啊 很难很难让对方想到 我能进入这样的一个范围 但是如果说他能顶着这样的一个4家 再做一个check race的话 他的牌比也真的是非常强啊 而且我们不光要想这个大猫玩家 我们也要想这个button有什么牌 所以说呢我们这里呢 是要么人弃牌 要么人呢 我觉得根路非常的蠢啊 就是冷叫一个check race 真的挺蠢的 把自己的牌写在脸上 那我们如果做一个更加强劲的4bet的话呢 我觉得能跟下我们4bet的牌呢 都起码比6 7要强 最差最差的就是一个什么 带6红桃的一个重队抽花 那他跟我们的跑马骑士 很也是五五开的一个情况 更多情况我们会碰到一些什么70啊 甚至89啊 这种比我们更大的一些牌啊 或者set 所以说我们想一想 干脆我们只在翻前投入30块钱 不想involve在这一个底池里 非常的非常不舒服的一个position 我们想了很久啊 就选择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气牌 那我们气牌之后呢 button也没有想非常的久啊 看看戏的筹码 看看的对方 也是最后呢 最后啊也是肯不甘心的选择这个气牌 我觉得这里呢 长期来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就是虽然说中了一个牌 也挺难受 也挺大的 但是呢 这边说气呢 还是能气得掉 要纪律一点 那我们继续啊 我们又是在这个枪口味看牌 有一手勾圈草花 选择了一个open 30块钱 结果呢 是非常非常多的人的跟注啊 highjack cut off button 包括小芒 都选择了一个跟注 大芒气牌之后呢 我们一共是五家 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大家也可以发现啊这个WLSOP期间啊 这个action啊 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很多的跟注战啊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那么翻牌呢 是16.2 两张草花 我们这边运气还不错啊 我们是有一个抽花的一个牌面 而且呢 有两高张 跟一些后门顺的概念 所以说呢 在这个小芒过牌之后呢 我们在一个160的地区里呢 下注了一个半追 多一点的下注啊 100块钱 那这边形容是到了 highjack玩家 他选择了一个跟注 他跟注之后呢 行动是到了这个cut off跟button 他们两个想了想之后呢 是都选择了一个气牌 行动呢 是到了小茉卫玩家 小茉玩家是顶着一个c bet 跟一个跟注的玩家之后呢 他想了想之后啊 也选择了一个跟注 所以说呢 我们三个人 一起去看一个转牌 那么转牌呢 是一张草花6啊 虽然说呢 我们种了一个花 但是呢 攻队也出现了 这时候呢 行动是从这个小茉卫玩家开始啊 毕竟是一个三个人嘛 我们这边也需要一个稍微的注意一点的 小茉玩选择过牌 时候呢 行动了我们 我们这边呢 也想想 也选择了一个过牌 因为呢 我们这边也是要保护自己一些 这个十大踢脚啊 包括超队啊 跟一些这些空气的一些过牌的范围 所以说出发的时候呢 我们就选择一个过牌埋伏 价值呢 在合牌去拿 或者说别人去选择下注 我们来跟注就比较好啊 因为这个牌面 所以说呢 我们也选择过牌 那结果呢 这个后卫的这个highjack 也选择了 那盒牌呢 是一张黑淘巴 是有一些顺子组合是到了呀 那这边呢 我们其实唯一忌惮的是一个 这个小茅味的玩家 其实后面的玩家 我是不是特别忌惮的 我觉得他只是一个弱石啊 因为小茅玩家 是在一打一尻的情况下 还损到跟注 他可能有更多更强的一些范围 但是呢 他在盒牌出现之后呢 还是继续选择过牌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是吸引力啊 是放下来的 说我们觉得 还是可以去拿一些value的 而且呢 我们仅仅的在一个460底线 下注的一个三分之一 多一点点下注啊 190块钱 这样的话呢 我让对方的一些石啊 包括一些river道的顺子 和一些两队 大两队啊 80中牌 更好的支付一下我们 包括一些三条六一些情况 所以说呢 我们下注的一个190块钱 我们还是希望去拿一些value的 不想去打一个超池啊 让对面就是 可能一些有价值的牌 都被我打掉啊 所以说我们下注一个190块钱 就是希望对面来抓鸡 或者来跟注我们 支付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支付价钱 那我们下注之后呢 行动是到了这个hijack玩家 他呢 想的是非常非常久之后呢 还是选择了一个跟注 那这边他跟注之后呢 行动是到了想关闻玩家 想关闻玩家呢 还真是陷入了一个思考啊 这边我心里是咯噔一下 我说哎呦 这里他要做一个check race的话 也打得也太好了吧 我说不定啊 有点就是他如果all in 或者说打一个什么八九百 我有点可能跟注 真跟不下来 但是呢 对面对面 还是想了非常久之后呢 还是选择了一个气牌 那我们这边呢 还是比较开心的啊 我们收出了我们的这个勾圈 我们这边呢 果不其然啊 是收下这个地池 还是不错的 在鹤爬也是有惊无险的 拿下了一个不错的价值 那么我们是运气不错啊 是收下了今天的第一个地池 正当我们把筹码收回来的时候呢 紧接着下一把的雪战是又开始了 那这边呢 习诺一直棋牌 棋牌到了Cutoff的玩家 Cutoff的玩家选择了一个Open 30块钱 那这边搬了棋牌之后呢 习诺是到了这个Vegas的超级Regular 他直接做了一个300Squiz啊 到了一个130块钱 在小盲位 那习诺到了我们 我们在大盲位看牌呢 结果看到了一手这个AK的杂色啊 我们一看 哎 机会来了 这边是终于有一个机会 可以去战斗一下了 那这边呢 我们是顶着这个3B啊 更加激进的做出了一个4Bit 包括我们看下我们的筹码 我们的筹码呢 基本还有大概16700左右 那这边的Regular是cover我们的 我觉得呢 我们也是可以支持来说 来AK去跑一个1500刀的马的 所以说我们并不是很害怕啊 就哪怕对面反杀过来 我们也是要接的 那这边呢 我们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啊 选择了一个4Bit 到了一个450块钱 行动是到了这个Cutoff Open30位的这个娱乐玩家 他呢是非常难受 还在思考 但是呢 对面呢 是正在做这个massage 正在按摩 我觉得他呢 也不想因为这手牌 还把自己的所有钱都输光啊 所以说他选择了一个气牌 那他气牌之后呢 这边的Regular是秒气啊 我们这边收一张K给对面看 我们说啊 没有Buff啊 我们有K 对面也是笑一笑啊 我们这边呢 我们这边呢 还是不错啊 只是靠这个番茄的更加激进的一个spick收下了一个不错的一个4000 那么不久以后呢 那么不久以后呢 我们的上家那个超级Regular呢 就营麻了 正常的收工回家了 所以说呢 我们上家是空出来的一个位置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老朋友 肥鼠福克 凯文就换到了我们的上家 说给我们一起交流交流 他也知道我在拍片嘛 而且呢 他的action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肥鼠福克呢 大家应该也对他有所印象 他在我们的视频里呢 也出现过两三次了 包括之前那个Brand Owen跟Andre Nimi 祝我生日快乐的那个影片呢 也是啊 凯文帮我一起去弄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也是非常感谢凯文 那么凯文最近呢 也是在这个YouTube啊 也开通了一个自己 一个德铺的Vlog的一个账号 已经发了第一期视频了 那这边呢 我也是啊 觉得说 大家如果对他的打牌风格 和他的action 包括一些Vegas的一些常住居民 他们的生活状态 是什么样子的 欢迎大家都去订阅订阅这个凯文 也希望他的这个扑克频道 可以飞速的成长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 我们下半场 跟凯文之间的一个较量 是怎么样的吧 那让我们继续啊 来到这一手牌 古不其然你看凯文一坐下来 就选择一个struddle啊 20块钱 那这个牌局一下就被带动起来了 那我们直接在牵口碑看牌 他有一手这个AK杂色选择了一个open 70块钱 结果呢 后面的玩家是都选择了一个棋牌 其中是到了凯文 飞速复刻 他想了想之后呢 选择一个跟注啊 他跟注之后呢 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那么翻牌呢 是2K5彩虹面 我们这边中了一个顶对顶踢 而且这个牌面是非常干燥的一个情况 这边凯文在前卫选择了一个过牌 由于凯文是在一个抓位补齐的一个范围 他的牌可能真的没有击中很多啊 我们这边呢 下注也没有太多的价值可以拿 所以说呢 我们也选择了一个checkback 两人呢 去看一个转牌 那么转牌呢 是一张草花 哎呀 我们变成了一个顶两队 这个时候呢 凯文继续选择过牌 我们下注了一个80块钱 凯文选择了一个秒跟 两人去看一个关键的合牌 那么合牌呢 是一张红头钩啊 包括一些圈石 甚至一些转牌的三次是变顺子了 但是呢 凯文连续check了三次啊 包括合牌这一次 所以说我们并不用把这种牌 放在他的牌里里啊 我们仅仅是在这个River 继续下注的100块钱 因为我觉得如果下一个 可能比较超时下注的话 如果真的凯文有那个能力 他之前反推回来 我们觉得可能我们这两队 还真得气给他 我们就下注100混合一些bluff啊 然后希望他有一些操作 就Race check Race 我们到六七百这样的 我们就跟注就好了嘛 结果开完想了很久之后呢 说我不给你做选择题了 我call 结果我们售出我们的AK 我说你有啥牌 能给我做选择题 结果他是一个后门两队A勾啊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cooler 也是可能刚上来 我们都是比较的 比较友善 比较客气 不然的话这个底池 就会搞得非常非常大了 那么紧接着没过几把之后呢 就来了这一手牌 所有人呢都选择气牌 所以说呢 我觉得有点不聊 我就开完说 那如果所有人气呢 我们就来个跑马吧 跑马30 我本来呢是想说 咱30块钱就跑一个马 就娱乐一下 结果没想到开完那边 直接把自己所有的后手都推出来了 那我们一看牌呢 自己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牌 一手这个K圈杂色啊 我直接是陷入了一个思考 那这边全桌看戏的人呢 也就乐起来了 就说哎呀玩啊 干不好玩啊 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啊 这个拿这个跑马 万一赢了输的都不太好啊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一个气牌 那对面呢 开完也售出了一个K3杂色 哎 也是就是说给大家这种高压的环境下 也是稍微娱乐一下 但是确实啊 这欧印太夸张了 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action啊 哎 就怂了 那让我们继续啊 来到下一手牌 前后玩家呢 选择了一个LIM 10块钱 行动一支气牌到了凯文 凯文在小萌卫选择补齐 我们在大王位看到一手49苏啊 这个49最近呢 也是我在这个赌场 比较喜欢奖励自己玩的一手牌啊 所以说呢 我们也跟进去 三个人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那么翻牌呢 是圈六五 两张红桃 我们完全没有击中啊 凯文选择过牌 我们也选择一个check 这边的枪口玩家也选择过牌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看一张转牌 那么转牌呢 是一张方片三 我们一下牌力变成了一个 两头摇的一个牌力了 这时候呢凯文跳出来 打了一个10块钱 我们选择跟注枪口气牌 所以说我们两个人 一起去看一个关键的盒牌 那么盒牌呢 虽然说啊 我们没有中我们的这个顺子啊 但是呢 我们中了一个这个9 那我觉得这边的9肯定是大了嘛 那这边的开人说 那我下注20 你赶紧靠 我说那靠就靠 靠就靠 还能这边很干脆的 售出自己的一个6 他肯定觉得自己大了嘛 但是呢 没想到呢 我们这边River是白币了 中了一张9 他也非常的吐血啊 哎 我们这边是拿49 终于讲一字字一把 让自己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确实啊 也是这个高压的环境嘛 大家呢 我说如果要是来这边打非常久的牌 一定还是有自己娱乐的一个空间的 不然的话 真的有时候是非常的非常的耗神 耗这个心态的一件事情啊 那让我们继续吧 来到下一手牌 这把牌的行动权呢 是这样的 所有人的一支棋牌到了Kevin Kevin在Hijack呢 选择这个Open 30块钱 我们在Cutoff看到一手66呢 也选择了一个跟注 我跟注之后呢 Button看牌 Button选择跟注之后 小芒也选择了一个补齐 大王棋牌 所以说呢 一共我们四个人一起去看一个翻牌 那么翻牌呢 是4 3 2 两张红桃 我们的66呢 一个卡5的一个顺着听牌 这个时候呢 小芒选择了一个过牌 兴用到了Kevin Kevin呢 也没有选择一个C-Bite 兴用到了我们 我们这边66呢 是可以选择过牌 也可以选择一个下注 但是我觉得下注会更好一点啊 因为我们可以打交一些 这个比如说像勾圈啊 这种咬高张的 没关系的牌的一些Equity啊 我们的66呢 还是需要保护一下 哪怕就是我们拆了的话 合牌转牌 它中了怎么办 中了勾啊 中了圈 所以说把这种牌 还是要打掉了 所以说我们下注一个70块钱 半持一个下注 果不其然呢 Button跟这个小芒都选择器牌 Kevin选择了跟注 我们两个人去看一张转牌 那么转牌呢 是非常的帅啊 一张草花舞 变成了一个 2 3 4 5 6的一个大顺子 这时候呢 Kevin是继续选择了一个过牌 行动到了我们 我们这边有很多价值可以拿啊 我们这边呢 在一个270的一次呢 下注了一个140块钱 也不用打非常大 因为我们觉得这边 Kevin应该没有一个听花 有了有听花的话 如果抽A花 包括他可能会在这个flop 纪念一个c bet 他不会直接的选择一个check call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去下注一个半持 Kevin呢 选择了一个很快的跟注 我们两个人去看一个关键的合牌 那么合牌呢 也是非常的好啊 一张方片勾 对于这个牌面来说呢 是完全的一张白牌 根本呢 我不用去担心啊 可以肆无忌惮的去拿一些价值啊 这个时候呢 Kevin在前面是第三次的选择一个过牌 行动到了我们 那我们这边觉得呢 它是flop跟注 turn跟注 已经很少有些超队了吧 超队真的应该会弃牌 大概率呢 是一些A的牌啊 因为它 我也不怕它有67嘛 手里我有两张6 它67的可能性非常的小了 所以说呢 我们想一想之后呢 决定去打一个超池啊 我们在一个550个底层下注的一个700块钱 哎 就是打他一个不信任 说我们这边会不会是你去买花密斯啊 或者说呢 真的是拿一张A呢 去跟他来一个强行 不想跟他吵合一个下注 所以说呢 还是打他非常难受的 那边呢 Kevin呢 陷入了一个非常长时间的思考 嗯 Kevin打牌的风格呢 就是他每一道的这个思考时间都非常的长 平的很好 他就是有大牌 或者说呢 他真的是在思考 他的那个时间啊 就是都是会给你平衡的非常的久的 所以说这边呢 我们就跟这个安静的 不要着急去等他 哎 希望他是哎 能给自己想明白 那么最后的最后呢 Kevin还是没有七掉自己的A啊 他是最后选择了一个支付 我们售出了66 那肯定是大了 我们也是 哎 哭了了我们桌上的好朋友啊 这把售了一个2000块钱的一个巨大底层 哎 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跟朋友在一桌上打牌吧 就cooler的自己的朋友真的是怪怪的 也挺不好意思的 那最后Kevin也跟我说 他是一个这个A4啊 他flub重队啊 听顺 结果听到了 那最后呢 也是没有七掉 但是呢 确实啊 这手牌 哎 真的就是没什么办法 确实难受 那么我们最后呢 是Buy in的1700块钱 开销了3105块 水上了1400块钱左右 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么达到SOP的视频呢 马上会继续的更新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胖牙 还有多多给这个Kevin也来一个订阅吧 谢谢大家了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各位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